今天來到教育部前面帶來的一個非常簡單的訴求 也就是希望我們的教育部能夠重視這些未來 這些畢業生他們未來會進到職場 也希望能夠提前 能夠讓這些青年朋友對勞基法 對自己的勞動權益 該注意的該小心的都能夠有所認知 否則呢到了後端發生事情再來處理呢 我想都已經是來不及了 國中畢業生現在已經開始去攻讀 到大學四年級其實有七年的時間 每年有三十萬個學生 他是潛在的攻讀生 其實有一百多萬的 一百八十萬到兩百萬的學生 都有可能去攻讀 那我們希望教育部不只是勞政單位在做這個 屬於這一類的權益的教授之外呢 希望教育部在教學中就已經告訴學生了 畢業之後他們就知道了 而且也希望他們了解到這些勞工權益之後呢 能夠了解自己的父母親在工作的時候的權益不要受損 那麼我希望也許不是他第一份工作 但第一次經驗一定要美好 第一次的公讀經驗 可能就是他人生求職的第一個經驗 希望他不要對職場有很多負面的第一次經驗 在關心職考 關心大考的同時 我們關心孩子即將轉換戰場 即將轉換他的工作 他不會只有在路野那邊看熱氣球 他可能今天晚上就要到職場去報到 怎麼樣讓他們有一個 必要的勞動保障的概念 甚至必要的支援的管道 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過幾天再辦勞保好了 等試用期之後再辦勞保好了 這樣對不對 對呀 不對來 手投權 第一天內就要保 到職第一天老闆就必須要幫工讀生辦理勞健保 勞保健保要扣錢 不要領比較多 不要辦比較多 可以領比較多一點 這樣對不對 對 中保權 兩種保險不可少 勞保與健保 兩種社會保 一個都不能少 時薪至少103元 目前的法定基本時薪是103元 所以辛苦付出勞力的 你不要讓老闆違法囉 工作4小時應該給予休息30分鐘 依照勞機法規定要工作 每工作4個小時至少休息30分鐘 好 五藥權之一 應徵要人陪 應徵公讀要有家人或朋友陪同 盡量不要孤身前往 以側安全 這個勞工 退休除金 當然要自己付了 怎麼叫老闆付呢 這樣對不對 6%權 外提6%退休金 公讀生也要有6%的勞工退休金 而且是老闆要強制提交到勞保局 而且這部分是在薪資之外 不可以從薪資之內扣 八部之一 不繳錢 公司要求保證金或其他錢 絕對不要交 好 八部之二 不購買 公司要求先購買產品才錄取 絕對不要買 八部之三 不辦卡 公司要求當場辦理信用卡 絕對不要辦 好 八部之四 不簽約 不簽署任何文件契約 要求帶回家與家人商量 八部之五 不離身 應徵工讀貨到班工作 證件絕對不離身 避免被倒映 八部之六 不喝飲料 應徵工讀自備飲料 到班工作 不喝可疑人士提供之飲料 八部之七 八 不放棄 不妥協 權益受損 絕對不放棄追回 不輕易妥協 家庫跟大家立場是一樣的 我們一定會進我們各種管道 包括我們幾個聯盟提出來 我們在下個學年度 我們會針對他們所整理的這一份 整理的很好的這樣一個 這些打工要注意的事項 跟他的權利的部分 我們會來協助 來做一個宣導 那當然我們要說明 在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從八十一年開始 我們教育部已經有要求學校 這件事情本身也是學校 應該要去關注學生 跟替學生來做這方面的一個宣導 那這部分我們會持續來做 謝謝大家